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她最清楚的,还是她的女儿郑兴怡。郑兴怡刚刚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,晒出一张,自己毕业的照片,并且还配上一篇长文,就是回忆自己,13年前,自己许下的承诺,还清楚地回忆了,自己和妈妈之间的对话,情景等。 独以见得这些画面,虽然过去很久,但是在郑兴怡眼里都是,莉莉在目仿途如昨日。郑兴怡表示自己当年学习成绩,不好有所下滑,原本以为妈妈会打骂自己,但是回到家之后,妈妈沈殿侠并没有这样做,而是选择温柔的安慰,自己鼓励自己,所以让自己十分难受。 当时自己,就开始按下决心,希望能够做一个,优秀的毕业生,让妈妈,能够为自己开心。果然郑兴怡不负众望,成为那个优秀的毕业生,自己做到了,对妈妈的承诺,可是妈妈,却再也见不到。 不过不少网友们,也是点赞郑兴怡真的是个,努力优秀的人,而沈殿侠的教育方式,也是值得很多人学习借鉴的。 每年的2月19日,郑兴怡都会纪念你自己的妈妈,因为沈殿侠是郑兴怡的妈妈,又是她的灵魂导师。 每一次发长文,回忆自己和妈妈的点滴往事,都让人催泪,不得不说郑兴怡是个孝顺的孩子。 如今郑兴怡在唱歌跳舞以及演戏方面,都有自己的成就,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,没有辜负妈妈对她的期望。 如丁郑兴怡也被传有新恋情,我们也希望她早日有自己的美好家庭,做个快乐幸福的女子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